政治焦点带您关心 蓝白河幕僚的沟通卡关之后 有不少人提出 干脆侯友宜柯文哲跟朱立伦三番会谈 对此侯友宜说 持续跟柯文哲沟通中 而柯文哲则是自爆 之前跟侯朱都见过了 而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则是建议 蓝白河让柯文哲当政的 郭台铭当副首 侯友宜来阻隔 朱立伦则是回应 蓝白河是往一个团队的方向 持续进行 高喊客家化的当选 侯友宜深入客家庄 20号下午到屏东 昔日的挺郭国民党中常委 周梦荣也现身上台 虽然看上去有些尴尬 但始终归队同框 侯友宜人的台湾委 而同一时间 新北市的工商妇女庭侯大会 当主席朱立伦来带打 国民党是这回选举中 唯一一党党主席和总统参选人 非同一人 现在蓝白河卡关 因此优优和 应该侯柯朱一起坐上来谈 但柯文哲自曝早就谈过了 其实都见过面了 我跟朋友一见面吗 聊天 你是有聊什么吗 聊天 这个礼拜见面 主要就是选前如何成为一个 我们叫政党联盟 然后选后共同 能够变成一个执政联盟 也有触及到说 最后决定总统 副总统人选 原来两两都私下会面 理念到底哪里不合 恐怕还是最强组合要怎么搭 资源如何分配 蓝白有默契的公开释出善意 但媒体人赵绍康直接献策 三抢一尘埃落定 再也才有机会手牵手走下去 但无论是哪两个人退都不容易 记者刘淳文舒适委 台北综合报道